岛屿,李旦宣布退出野生厨房,称没有自己节目会更好,网友,好可惜。 娱乐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圈子,因为艺人之间的关系复杂,作为艺人受到的关注,是来自四面八方的,没有一定的勇气,是没办法在这个圈子里生存的。 近日,李旦在节目宣布自己退出节目野生厨房,称没有自己节目会更好,看到这画面的网友表示,好可惜,李旦是这个节目的搞笑担当,给节目增加很多的乐趣。 在节目中看点还是很多的,突然宣布退出,觉得还是很可惜的,希望李旦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前回归。 李旦在节目表示,自己好像挺没用的,就像是沙子,没有沙子的螃蟹还更好吃,自己就像是沙子,所以还是决定离开这个节目,帮他暖心安慰。 沙子也是很重要的,没有沙子大海是不完美的,但是还是表示尊重李旦的选择,对此网友猜测,可能是因为前段时间的舆论压力,导致李旦决定退出节目的。 虽然李旦在节目中的表现不算很好,很懒,不愿意干活,但是李旦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欢乐,和林艳俊的组合,已给节目制造了很多的笑点。 和第一期相比李旦已经过了很多,也会主动的帮忙,干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活。 更有网友表示,就是李旦才来看这个节目,现在退出真是太可惜了,对此表示还是尊重李旦的选择,因为就像是王涵说的,李旦是一个成年人,既然做出这样的决定,说明他是考虑好的。 所以还是尊重他的选择,对于他在节目中带给大家的欢乐表示感谢,虽然退出了节目,但是希望李旦还是能够坚持自己,不要太在意其他人的想法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